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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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經常在寫部落格的朋友啊 一定知道 Google 有一個被動收入 就叫 Google 的 AdSense AdSense 就是 在你的部落格裡面去安插 Google 提供給你的廣告 或者是 在你上傳的 YouTube 影片裡面去安插 Google 給你的廣告 那這個廣告為什麼會 讓你有收入呢 而且是被動收入呢 就是這個廣告如果被看到 被點擊之後 不管點擊的人有沒有購買商品 不管喔 只要他點擊之後呢 Google 就會給你 0.0幾塊的美金 0.0幾塊的美金 那以前呢 我都覺得這種錢 好小好小 而且要累積好久好久 我都不屑去賺它 可是 自從啊 在前兩年我聽到一個朋友 他說 他一個月的收入 從這個網站裡面被點擊的廣告 這個0.0幾塊美金的收入累積起來 一個月的淨收入和台幣將近八萬塊 哇 我那個時候嚇一跳耶 八萬塊 怎麼那麼厲害 他的網站怎麼會那麼多人去點擊他的廣告呢 一般像我們看到Google的廣告 我們是直接忽略的 根本就不會去點它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根本就賺不了什麼錢 結果這個朋友呢 他的網站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他一個月可以賺到八萬塊這麼高的收入 原來他這個網站一天的瀏覽率啊 將近十萬人 至少也有六萬人 六萬人到十萬人之間 很恐怖喔 所以他一個網站每天有 將近十萬個人在看到網站 所以點擊的人當然就非常多 所以他一個月的廣告點擊收入 就竟然高達了八萬塊喔 那從那次之後啊 我就引起我的好奇心 這種被動收入完全不用工作 就是把部落格放著就有錢賺的工作 怎麼那麼好 所以呢我自己的部落格雖然 瀏覽率沒有那麼高 我的部落格一天頂多八九百個一千人 已經很好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影片上傳到Youtube 然後去設定廣告之後呢 從去年到現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然後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第一筆 Google AdSense的收入 我把上面的這個帳號折起來 然後給你看一下我的第一筆 第一筆收入這樣看得到嗎 第一筆收入是120.37 120.37美金 這是我第一次領到Google 用西聯匯款的方式寄給我的Email 然後我今天就拿這張 Google給我的這個 這個西聯匯款的單據 直接拿去那個大眾銀行 然後他就馬上轉換成今天當天的現金 折合台幣的現金給我 我就拿現金回來了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在那個Google AdSense 賺到真正的美金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往後呢 其實其實這個 這個 這種獎金會越來越多 而且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以後不用做任何事情 就是 你只要把以前你上傳的那些東西資料 只要你都不刪掉的話 你就會持續有這種收入 這是蠻令人振奮的 雖然金額不高 但是如果持續去做的話 尤其是現在很多學生很沒什麼事 那你就做這個工作 一直做到你 你那個之後畢業啊 那你累積個幾年 至少可以賺個幾萬塊也不錯嘛 你說是嗎 而且重點不是賺到這一點錢 重點是 你還學到很多網路行銷的方法 因為網路行銷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要創造流量 就是要有很多人到你的網站上面 去看你的網頁 如果你有辦法創造這麼大的流量 那你就成功了網路行銷的第一大步啊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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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